蓝莹准立委当选人 各个笑容藏不了 今年立委选战 国民党以52席 重返国会第一大党 下一站立院龙头之争 也将开打 支持者迫不及待 想要叫一声院长 不过想当立院龙头 没那么容易 摊开今年立院113席次分配 国民党总共拿到了52席 民进党则是占有51席 民众党靠部分区成功夺下8席 不过过半的门槛是57席 这次国会三党未过半 民众党更是成为关键少数 如果曾黄珊珊或台湾民众党好朋友 还认同了我们当时候监督民进党 希望能够达成联合政府 能够对于政策 我们谈对中华民国 对台湾有利的方向 那么我觉得还是有合作的机会 蓝绿争取民众党支持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出马呼声高 绿云预期会由游锡坤争取许任 绿白还是蓝白 怎么合宗联合也成了最大悬念 那么现在的政治现实就是如此 你国民党没有单独过半 那所以像这个院长的席词 他一定要过半数的支持 所以我们还是会全力的 来争取民众党的支持 未来立法院龙头将是游锡坤和韩国瑜的战争 民众党将会是关键的少数 两党势必都要找民众党沟通 距离国会开议只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 民众党原本说不会绿白核推人选 角逐立院院长 现在态度却有点微妙 一早都在讨论这个 到底立法院院长副院长民众党要怎么投票 所以今天早上黄柏山跟黄山山 至少他们两个是排名第一的 所以先讨论 柯文哲没把话说死 民众党随后回应 内部已经有共识 15号将公布 通字水牛最终谁出现 民众党的态度成关键 且是要正当说函台北报道